被称为北欧之琴的瑞典钢琴家卡尔·彼得森 近日来到上海城市剧院 为上海的小琴童们进行指导与互动 此次琴童工作坊 携手闽航电视台成长IMG栏目的成长俱乐部 让孩子们在钢琴家的面对面交流中 了解不足提升琴技 现场有六位小朋友有幸上台演奏曲目 并得到钢琴家的细心指点 卡尔·彼得森从各个层面对琴童们进行指导 如要依靠手指的力量进行弹奏 养成用手指发力的习惯 会对以后的练习带来很大帮助 又比如要注意清响的节奏 把握乐曲的整体流畅度等等 也为当下众多学情的孩子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所以要在当下众多个层面对付出的第一个整体的路线 是十分之一样的 至少两个小时或是可能一把 可能一些谈的主要件 發生什么问题 然后再继续 routes 然后再继续 routes 然后再继续 routes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让大师级演奏家指导琴记 家长们对孩子的情谊之路更有信心了 因为我的孩子现在是三年级 今年刚刚考的五级 大家也知道考级不会告诉你 你哪里弹得好哪里弹得不好 我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报名试试看 看能不能有机会来请大师 来给你的这个考级的曲目辅导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哪里稍微有点差 首先是孩子喜欢音乐 喜欢弹钢琴 他弹琴已经弹到一定的瓶颈 那我们希望通过参观一些 这种大师的他们这种演奏会 能够让他有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我们住在金山 过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们今天过来真觉得不需此行 非常值得 在大师的点播下 小情童们得到了不少启发 这种快慢 有点不 比如说小狗游曲 一个音要拖长 当一个大师真不容易 通过这次工作坊 小情童们不仅了解不足 提升了琴记 也登上了剧院的舞台 在聚光灯下体验了一回 小小钢琴家的感觉 如此新鲜的体验增加了 琴同们对学琴的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